专业新线台是晚间新闻我是林一如 人于对流旺盛高雄山区是下起了好雨 那么带大家来看到今天下午在高雄有五区是宣布停班停课 位在土石流红色几个区域是以标准程序紧急的撤离民众 而位在原乡部落的那马下去有民众拍下了因为这个丰沛的雨势 将年流往下带导致原本的小溪变成了瀑布 而道路全部都变成了泥泞不堪的水路 滚滚黄泥伴着水势往下 强降雨带来的丰沛水量让原本的小溪变成瀑布 雨势简直就像从天上倒了下来 下雨下到连居民都觉得离谱 整条路全是倾泻而下了水 一个不注意可能就会发生危险 民众开车得涉水而过 马路全变成水路 这里是高雄那马下原乡部落 豪大雨让台29线西安山路段出现灾情 目前是台29线 那马下台29线西安山道路在下面这边 目前还蛮多车关心这个道路 因为有的人要下山 不少人赶着下山 但看看这路面全部满了泥流土石 底下溪水全都暴涨 而同样位在山区的桃园区也很惨 暴涨溪水直接冲刷桥墩 民众吓得不敢经过 桃园里内道路也出现灵性摊坊 工程单位紧急加派 积聚清除 台湾路段开放单线双向通车 而通往四设部落的道路 也因为路面下线进行预警性封闭 还好前一天部落已经接收物资存放 目前存粮和水都充足 居民也是安全无余 但现在最期盼的还是希望雨能赶快停 赶紧让他们恢复正常生活 解高雄做不到